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空中教室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Restia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我們的台灣老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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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享受跟砲塔並肩作戰的感覺的話 那托比昂就是你必不可少的選擇喔 托比昂的主武器 卯兵槍 左劍擁有非常高的傷害與射程 和伴葬的弓箭有點像 所以需要注意 子彈經過一定的距離會開始下落 在遇到稍遠的敵人時 想像對方頭上還有一個隱形的頭緒射擊他 就可以讓你的準度大大提升喔 右劍和死神散彈槍相似 遇到體型較小的英雄以瞄準英雄身體為主 遇到體型較大的坦克英雄 可以把準星覆蓋在對方的頭上 並可以在發射的瞬間配合近戰攻擊擊殺你面前的敵人 托比昂的副武器 鍛造槌 主要功能是用來修理受審的砲塔 但其實它也是一個高爆發的近戰武器 假設你的錨丁槍沒子彈的話 不用害怕 馬上從口袋掏出你的槌子吧 Shift 部署砲塔 以一個拋物線的方式丟出一個自動建造的二級砲塔 所以可以把砲塔往上丟部署在高位 或直接往前丟部署在離你英雄本身較遠的位置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講講砲塔各種擺放位置的效益吧 一 利用地圖物件做掩體讓砲塔不容易被敵方針對 例如 控制圖師可以放在一些打得到點內 但又不會在第一時間被對方所看到的位置 造成敵人陷入不知道要打你還是砲塔的窘境喔 二 你也可以部署在萊茵哈特以及歐瑞莎的屏障後 讓砲塔直接在正面就達到最大的輸出 三 把砲塔部署在輔助旁邊可以保護輔助外 還可以限制從後排騷擾的敵人 尤其是刺客型英雄 四 當你陷入與敵方英雄纏鬥時 可以馬上在身邊部署一個砲塔 不但能吸引敵方英雄的火力 還能大大提高你自己的生存能力 五 海盜船 在推測圖進攻方時 只要你的隊友選出萊茵哈特 低法時觸發的特殊技能 在開場後配合我方坦克 把砲塔加在車上搖身一遍 成為一個能造成巨大傷害的海盜船 如果有壁壘的話還可以組成救急版 除此之外 砲塔獎還能做很多事情 一 集大招能量 砲塔打出的傷害會幫脫比揚集大招能量 但敵方打掉砲塔時並不會增加他們自己的能量 所以在防守方式可以優先丟一個砲塔 到敵人進攻必經路線來賺取能量 二 可愛的砲塔還會打掉奪命女的劇毒陷阱 哈蒙德的地雷陣 炸彈出的地獄飛輪 還有星妹塔的少借塔等等 有她在旁邊真是安全感倍增啊 最重要的是 砲塔會優先去攻擊 脫比揚左劍命中的敵人 所以盡量把對方拉到砲塔攻擊範圍內 和你的砲塔獎一起激活掉對方的英雄 也難怪我們的脫比揚叔叔要把他的女朋友 把他的砲塔稱呼為他的寶貝了 炮塔在部署後如果有攻擊敵人或是被攻擊後 短時間內就算技能冷卻好了也是沒辦法重新部署 除此之外 冷卻時間到了就可以隨時再丟出一個新的砲塔 當變換戰場或想轉換其他地方的時候 就可以利用這項特性直接把砲塔部署在新的位置了 如果砲塔卡到奇奇怪的地方又不能重新部署的時候 別忘了按下互動鍵自我銷毀啦 P技能超負荷會讓脫比揚獲得暫時的額外護甲 同時還會提高攻擊速度與子彈裝填速度 這時候配合左右劍可以打出大量的傷害 很適合在對方坦克角色交掉位移技後開啟超負荷攻擊他 更可以在衝鋒陷陣時秒掉敵方輸出以及輔助 但要注意 超負荷的持續時間很短 冷卻時間也非常長 而且超負荷是脫比揚提高生存率的關鍵 除了額外的護甲 更大的價值在於瞬間的爆發力 利用這一點 脫比揚可以輕鬆反殺前來討伐自己的敵人 所以一定要在關鍵時刻才做使用 否則等你 啊啊啊啊啊 結束後 對方一定第一個來揍你唷 大招如心超載 另外 發射大量的熔岩渣停留在地面上 對經過的敵方英雄造成傷害 同時還會對有護甲的敵人造成額外的傷害 開啟這個技能後不用著急 你有短暫的時間可以先瞄準 再按左鍵發射 熔渣射到敵方身上並不會造成直接傷害 不過敵人踩到的傷害是即時計算的 所以也可以盡量靠近敵人 然後往他身上噴發熔渣 以下有幾個常見的使用方式 1. 配合友方英雄的控場技 例如配合雜莉亞的引力彈 或是蘭因哈特的地裂級 2. 把熔渣分散灑在目標上如點內或是車上 這樣對方想要觸碰據點時就會受到傷害 3. 封鎖敵人會經過的路徑 比如花村A點的拱門 更可以利用熔渣會反彈的特性 往一些高又遠的窄口發射 瞄準時也要注意要拉高自身的槍線 4. 逼迫敵人從現有的站位移動 當你看到射手在一些高位射了你不要不要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利用熔心超載 把熔渣噴發到他們所站的位置 逼迫他們從原來的位置移動 5. 繞後用熔心超載配合隊友打一個包夾 這樣敵人就會面對到前方是你的隊友 後方是熔渣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況 對了對了 大招如心超載面對像是溫斯頓 D.Va或是法拉這種 可以利用位移技能廢移大招範圍的角色相當頭痛 所以可以等對方交了位移技能再使用 或是放到他們必裁的地方 溝通使用篇 波比揚的砲塔是一個非常強力的工具 但隊友不一定會知道你架設砲塔的位置 所以可以告訴隊友 我的砲塔在點附近 我已經今天打 或是把砲塔架設在後方時 也可以告訴輔助角色 我的砲塔在後面 可以待在旁邊更安全 用大招時可以分割對方陣型破鑽後路 所以當你做到其中一點時 就大聲告訴隊友 我把他們的後路截斷了 大家都進來啦 脫比揚因為自身沒有位移技能 所以要時常注意自己的站位和走位 別讓自己深陷敵陣 同時他是一個需要依靠經驗 累積實力的角色 比如砲塔擺放的位置 左右鍵的切換應用 自己也要根據對方的陣容 來調整站位以及打法 例如當對方出刺客英雄時 要多利用自己的砲塔 來保護自己家輔助 如果對方坦克很多的話 就要打兇一點去壓制坦克 當然 脫比揚也可以藏在陰險的位置 突然衝出去 秒殺對方的輸出 以及輔助角色 所以其實遊玩脫比揚的方式 博大精神 用法也千變萬化 完全取決於玩家們 想把脫比揚完成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慢慢花時間 去熟悉適合你的脫比揚打法 只要你有心 你也可以成為下一個 老公王 啊